李瑞 口述往事 编者 丁东 李南央 播讲 夏秋年 东北一年半 给高岗陈云当秘书 给高岗当秘书 在延安时 我同高岗没有直接接触过 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 我在中央清委宣传部工作 主管中央清委的是陈云 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学习小组 每周一次学习维吾使官 教员是艾斯奇 我们中央清委几个人 我 冯文斌 李昌 胡乔木 后来有蒋南祥 黄华等 都去听讲 高岗当时是编区党委书记 也参加学习 总是坐在脚脚上 从不作声 这说明他与陈云的关系 那时 他还没有把自己看得有多了不起 党也没有把他抬得很高 他没有后来那种霸道的味道 以前讲过了 抗战胜利 我和范元珍随杨家领大队出延安到热河办报 1947年10月赤丰到鼠疫时 有一天 高岗和秘书刘家栋突然来找我 留在延安时曾任陈云秘书 我们认识 高岗穿着一身防弹服 吓了我一跳 当时分局和其他机关都已搬到乡下去了 只有报社 我任社长 留在赤丰 因为乡下没电 离开了电力 报纸没法出版 继查热疗分局 这是已归东北局领导 一两年来 在热河工作过的和路过的干部到东北后 都反映分局领导薄弱 问题甚多 因此促成了高岗亲自来检查 我立即向他谈了我对分局的看法 高岗到赤丰后 没有先同分局领导见面 而是直接下到农村考察 跑了半个来月才同分局领导会谈 他又让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农村了解情况 证实他的看法 原来 中央开土地会议时 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后来当过人民大学校长 向中央报告热河土改非常成功 得到中央表扬 但实际上很粗帅 假农会多 坏人当道 贫固农没有真正翻身 高岗后来在分局做的工作报告是我帮他起草的 在报纸上发表时 还根据晚上收到的中央文件 改正了报告中的一个错误 他后来又到冀东视察了近一个月 1948年2月返回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时 我以探亲身份随行 上次谈了 范元真在1946年11月随报社家属撤到东北 那时西满分局在齐齐哈尔 分局的书记是李富春 分局有张西满日报 范元真便带着孩子留在了西满日报社工作 报社的社长叫王兰希 解放后当过文化部副部长 这个人好像现在不在了 后来热河形势好转 撤到东北的家属都回到报社 范元真坚持不回 转到阿城堂场去任副政委 我跟高岗到哈尔滨 就是想说服范元真回热河 大概因为缺一个笔杆子 到了哈尔滨 高岗就让我留下 给他当政治秘书 公司兼顾 我就留下了 正式当他的政治秘书 我跟高岗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他住楼上 我和他原来的秘书刘家栋住楼下 叮咚 那时候范元真做什么 李 范元真就赴贤了 我到了哈尔滨以后 他从堂场退出来 正好东北局成立了一个巡视团 张文天当团长 记得范元真好像在那个团里挂了个名 没有在做什么具体工作 叮咚 那后来您到沈阳之后呢 李 我到沈阳之后 他到了辽宁省总工会 是和宋平在一起的 在不久后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 高岗决定派黄克成到继察热辽分局当书记 原分局书记程子华专任军职 到前线打仗 担任高岗政治秘书后 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参加东北局总结土地改革会议 这个会开了一个多月 高岗在记察热辽分局视察工作那段期间 东北的土改由凯峰负责 左得很 侵犯中农利益 杀人死人很多 我还记得在会上黄克成批评凯峰 同江西时期一样左 只是因为支援前线 战争胜利关系 严重错误被掩盖了 我为这次会议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 基本总结在东北日报上两整版全文刊载 文中坦诚检讨了所犯错误 二是参加内蒙高干会议 也是一个多月 解放战争时期 内蒙工作也归东北局领导 东西蒙统一成立了自治政府 高岗旨在会议初期到场 最后一天做报告 我则天天参加 内蒙的工作有许多特殊复杂的民族问题 在土改工作中 除了也存在左倾错误外 还犯有青世蒙族人的大汉族主义 汉族干部完全不了解蒙族人 民族和宗教的特殊性 出现拆庙语 坟经书 打喇嘛等事件 会议结束前 我将会上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向高岗做了汇报 为他起草了总结报告的全文 后来 这个报告以高岗在内蒙高干会议的讲话为题 也在东北日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 新华社做了广播报道 解放区的报纸都转载了 丁东 您在东北后来和彭真打过交道吗 李 没有 我一直没有和彭真打过交道 我以前讲了抢救运动中彭真和我之间的问题 我始终没有机会同彭真单独谈过话 丁东 跟林彪有吗 李 没有 林彪在东北局会议上根本不发言 我跟林彪后来见过一面 是收复海南的时候 他从广东坐火车回北京 也可能是回武汉 他那时不是华中局书记吗 经过长沙 大概停留一下 我们省委十几个人在黄克城带领下到火车站迎接他 我当然排在很后面 他却看见了 说 呦 你也在这里 丁东 他还是认识您 李 认得 因为1948年上半年局面很稳定 东北局在哈尔滨开会 我列席所有的会议 他有时候也来参加 我们这些人当年对林彪的印象好极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按订阅 请按订阅